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民熱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民熱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一些很快很迅速的消息 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利君雅 利君雅有消息在今天的時間證實 他已經去了加拿大定居 不再在香港找我們中國香港的任何一分錢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就是 美國兩黨的議員在今早早的時間會誤蔡英文 中國批評美國這些事情基本上是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甚至乎是想挑起兩岸的對抗 我們的東部戰區已經說了 我們的軍方有宣佈東部戰區或者會組織更加有力的軍事反制 那到底 台灣他頂不頂得住呢 稍後我們都跟大家去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利君雅網傳他已經是去了加拿大定居 很多連登仔都說 哎呀 祝他有好一點的前途 然後有些人亦都說 他一定要走 連登仔說他一定要走是甚麼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好 國安法要拘捕的一些人士 我説的是泛暴派的救人 一線 二線 三線 基本上都拘捕了 那當然啦 可能有一些走漏了不出奇的 大家知道他們是在 地底下面 去做很多損害我們中國香港的事情 那 那那些連登仔說這個一定要走 希望他一切安好 又說走得好又成 那是不是代表著其實連登仔知道他 是有一些 不為人知的秘密是要 危害我們中國香港 還有危害我們整個中國的國家安全呢 我真的不知道啦 不過呢 利君雅現在去了加拿大定居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連登仔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第一 連登仔很希望他去加拿大定居 又說走得好又說成這樣 那也好事 第二樣東西就是 對於我們來說 沒有了一個 繁交 我們是覺得好好的 真的 我們看看 在2020年9月28日 加拿大香港人 就是 那個叫做什麼組織 Canada Hong Konger OK 不知道他的牙是怎樣 現在多這麼一隻 加拿大香港牙 他們是出了一個post 一人一信支持李君雅 要他繼續留在香港電台做事 又給特首辦 又給雙英共 又給香港電台 又給廣播處處長 又成這樣 又說他是很正義 又很支持他 這樣 最終這個 加拿大香港人協會 是幫不了他 但結果 這個 利君雅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走過去加拿大 那裏 投奔他們的懷抱 據聞他已經是定了居 那李君是什麼人 他是 前港台的 助理節目主任 也是主持香港電台的 視點31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議呢 原因就是 他是在 721 那件事件裏面的報導 基本上是非常之有問題 並且當時就是向着 林鄭月娥和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一連番質問 當然啦 即是他的連番質問 令到那些泛暴派的人士是很興奮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特首不是這個特首 當時的警務處處長和現在那些 有點不同啦 所以令到那些暴徒非常之興奮 跟著也在說 叫林鄭月娥說人話 這樣那樣 又說叫林鄭月娥有譴責 又說那樣 那跟著呢 有很多的市民也都覺得 他是 露出一個非常之不專業的表現 他不是持平地去做記者 他是幫 這個 暴徒去做記者 跟著他主持的 叫做4點31 也都邀請黃秋生和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 做對話 跟著呢 節目改了 因為黃秋生又說不知什麼有問題 入醫院又成的 利君雅和 何君堯的對話 對 跟著 就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一次 的 閃殺一 大家就會知道 利君雅那種 黑暴 的底子已經是 全部 蒲頭 大家知道 然後呢 在9月份的時候 2020年9月份的時候 香港電台就調查利君雅 因為有非常之多人向他投訴 然後就有很多的不知什麼工會 說是對利君雅的打壓 是無理的打壓 最終利君雅也是 不能再做這個公務員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能做公務員之後 香港 電台的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發起了人人都是利君雅 的一個 動作 一個活動 全部都戴了利君雅的面具 我不知道這個 港台節目人員工會 你散了沒有 他們當時扮利君雅的人走了沒有 人人都是利君雅 但是利君雅現在已經去了加拿大 不知道他們去了加拿大沒有 還有 利君雅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去加拿大 因為其實他是巴基斯坦籍的 為什麼你不去你的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都被美國民主了 為什麼你不去巴基斯坦呢 你為什麼要選擇加拿大呢 真的啊 大家記得巴基斯坦是真的被美國民主了 為什麼這樣做呢 是不是口裡說筆 身體卻肯誠實呢 我們不知道 交給大家去判斷 然後第二件新事就是 美國兩黨的議員在今早做會誤蔡英文 當然啦我們中國就有很多的批評啦 因為呢 你 又是 在我們中國反對之下 就有這些這樣的議員 去這個台灣 當然啦他們不是一個官員來的 但是 你美國政府控制不了嗎 你美國政府都是要派一些外交軍機去接送他們 即是你們知道的啦 那美國又是再次犯下一個錯誤啦 這次呢 這次呢 又是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亞太小組主席 就率領了他加四個人就是訪問了到訪台灣 我們中國駐美大使館批評這些舉動來挑起我們的對抗 干涉我們中國的 內政 他們就會在今早做見這個叫蔡英文的啦 也都是見不同的人啦 又提出廣泛意見啦 請啦 做戲而已 最重要是做什麼 最重要是拿300萬的美金 是呀 最重要是拿錢 你又沒有錢了他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啦 我們中國也都說了這次的訪問再度證明美國 不希望看到台海不穩定這件事是假的 他是不遺如力地 挑起對抗 干涉我們 中國的內政 這幾個人過到去之後當然告訴大家我們中國一定會有一定的反制行動 遞屬於中央軍委 政治工作部的一個媒體 叫做海峽之星 廣播電台 亦都有報導出來 據中國軍隊有關的人士透露 針對美國參議員再次暑訪台灣 解放軍的東部戰區可能在 在他們訪台期間在台灣島周邊的海空域裏 組織強而有力 的一個軍事反制行動 大家都知道 已經嘗試過一次 鎖台關門打狗 這次很大機會 在今天開始 晚點的時間 再是 鎖台 關門打狗 真的 至於台灣那方面有什麼的損失呢 很多劇王才說 你做軍事演習而已 你不會拉低他們 當然不會拉低他們 拉低他們 我們便笨七次 是不是 你拉低了他們 美國有機會可以在我們 中國不同的位置 開展一些的戰士 不會 但是鎖台其實之前韓國已經說過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我們跟台灣的一些 機密往來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用了沒有用了 所以 你就知道 其實 他 第一件事台灣你要付很多的錢 你要付很多人民的錢 請這些議員 這些人過來 你浪費那麼多金錢 你認為 台灣島的市民 看不到嗎 看到的嘛 你一次又一次邀請這些人過去台灣 第一 你要付錢損失了金錢 第二件事就是 原來這樣有一些後果 就是令到 台灣島的經濟 是更加更加更加之差 有很多的船隻不能夠 再去 一個的港口裏面 撥下一些東西 飛機又不可以正常地 自由地 降落台灣 那 其實那個影響非常之大 一天半天 到已經影響很大了 現在還要是他長期搞對抗 我們就長期鎖台 然後關門打狗 那最終 最終真是 受苦的 就是 我們 台灣島裡面的人民 台灣島的人民要怎樣做 其實他們 這些做法 都是想為選票 那你 你不看台灣島的市民 用一個 正常人的邏輯去選擇他們的領袖到底是哪一個 我們之前都說過 我們中方官員都說過 新黨可能是 新一個可以做到 我們 是 中國 和 中國 台灣島的建交橋樑 新一條的橋樑 現在台灣可能會有三股勢力 第一是 民進黨 第二就是國民黨 第三就是新黨 這三個勢力 到時要怎樣在選舉裏面做出角力 再一次再跟大家說說 即使現在台灣島裡面的市民他們覺得蔡英文政府帶給他們的是不幸 其實上一次的選舉也是 蔡英文政府帶給他們的是不幸 但是 到了最後的時候 選舉是情緒化 可變 他只要跟香港站在一起 結果 選票 是非理性地飛去 蔡英文那裏 然後 台灣島的民眾 繼續受苦 所以其實 想問問大家 選舉其實是理性 還是非理性 大家現在就知道了 所以 一國兩制 在 我們早國的帶領下 其實台灣回歸我們再行一國兩制 才可以充分地 才可以充分地 證實 和走回一條正確的道路 這樣才可以確保到 其實 台灣島 裡面的政府是不會再為政治而 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動作 例如 付錢去請 美國那些人 走方台灣 輸方台灣 有什麼意思 錢是怎樣 我們之前都說過 應該要全部的錢用在人民身上 不是走去乃西方國家 不是走去請西方國家的人 所以 大家認為是怎樣 歡迎大家就這兩件事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鈕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